加前面空白 那空白的规则其实就是刚好 它其实total其实就是13个 那只是说要补几个空白 那当然就是要把那个原来的信号的数量给扣掉 所以呢总数量一定是13个 那所以呢我输出假设预设是原来是长这样子 那我要把那个前面加空白补上去的话 那位置一定会是在输出信号之前 所以它的位置一定在这里 好就知道它的位置 再来的话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几个空白 当你这边如果用回圈来跑的话 你会发现太麻烦 你如果用什么 用刚刚那一招就是一个字串 什么字串呢 一个空白 乘上输出几次 那几次的话呢跟什么有关呢 跟它总共一定是13 就是信号加空白总total就13个字 所以13 减掉什么呢 其实减掉i就好了 为什么i如果第一次那减的不就是12个 那再减11越来越减越少 有没有 所以呢它就刚好放前面刚刚好 再来的话会有个问题 因为你输出的时候呢不能有enter 所以print本身的enter要拿掉 所以这边的话要加一个end 等于没有 ok这样的话应该理论上 这样推理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也是用这样推理的方式 看起来应该没错了 那再把它执行看看 如果ok的话那表示你应该结果就是没有错了 ok应该可以理解啦 那个我想并不复杂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反向的话 其实你就把反向的怎么样 这边一样 再加刚刚那一行 其实反向正向管它什么 反正加起来一定都是13个 好那你就把它输出的话 那反向的这个 也是一样ok 这边一样会有 多一个空白出来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至于呢其他的练习 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去输出什么正三角形 肩的三角形 胖的三角形 就是其他各种 然后或者做一棵圣诞树 做一棵圣诞树 我之前有学生就是很认真 他就真的做出一个圣诞树出来 但不过可能要跑好几个回圈是真的 先跑上面的 再跑下面的 再跑下面的 有没有然后最后的话就有个树干 这样子ok了 那这部分的话我想请各位 也许有时间就自己再玩玩看 那这个后回圈我们大概就差不多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再来看坏回圈 回圈部分的话呢 后面还有坏回圈 坏回圈其实 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甚至九九成法表 你可以用坏回圈来写写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坏回圈部分 我第一次在设计之后 在设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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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要坏回圈的